今天来呢就是因为你康复出院了 我过来送您 第一个呢就是 这个助理康复出院 然后回家以后好好的休息 好不好 他们社区的同事呢过来接您 会把你安排好 社区里有这个充分回家的 对对 然后呢我们医护人员给你送点小礼物 好不好 小生理 好不好 然后呢 您这个出院的这个证明和 我们这一个医务人员跟你写了一段话 就希望你能够这一个 回家好好调养 早日康复好不好 好 写给你的一段话 要不我念给亲家 还是你自己看 我来读吧 亲爱的朋友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你经受了心灵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会让我们的心泄得更近 难忘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 今天看到你安全入院 和安全出院 我们很高兴 我们坚信 爱是最好的武器 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 加油 我想说 李神山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大家一定会战胜并魔 其实第一件事还是隔离 因为我们其实回家要隔离14天嘛 然后第二件事其实我隔离好以后 我要现学 然后为了去救那个 现在不是要胃肿病人吗 可以去救我们现在里抗体 去救这个第三件事 就是和我的家人好好团聚一下 最想吃热干面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